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大家知道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 失业潮也即将大规模的开始 实际上根据劳动部周四发的一份数据表明 截止到上周末 Jobless Claims就是寻求失业保险 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上升了7万人 而且这个数据是截止到上周末 7万人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28万人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几周之内 已经上升了三分之一 而大规模的关店停工停学 这才刚刚开始 纽约是这周才开始强制要求各种restaurant bars 就是饭馆啊酒吧 各种零售业关门 现在还有很多零售业是开着的 不是说很多吧 还有个别的零售业是开着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份数据充其量 也就只囊括了冰山一角 一切才刚刚开始 所以财政部长 Steven Mnuchin 这两天提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就说如果政府不采取极端有效的措施 如果瘟疫继续蔓延的话 失业率 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 也就是说 每5个美国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失业 20%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来看看哈 第一从数量上看 3200万美国人要失去工作 第二 这个失业率远高08年的失业率 08年失业率达到顶峰的时候 也就是不到10% 当然了说的轻松 即使是不到10% 也是给数以万计的家庭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上一次失业率超过个位数达到两位数的时候 还要追溯到1982年 因为81年是为了对抗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率 美联储收紧银根 造成经济危机从81年开始到82年达到高潮 这个时候失业率达到了10.8% 大家看到已经达到了两位数 但它也是一个刚刚超过两位数 Low Double Digit 历史上唯一一次失业率达到或者超过20%的时候 竟然是大萧条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历史上有名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 就是我们所有 我不知道美国的课本是怎么教的 我们所有中国长大的孩子 中学的历史课本和政治课本都提到过很多次 就说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多少人流离失所 吃不上饭 这次大萧条1932年到1935年达到顶峰的时候 曾经一度失业率达到24.9% 也就是说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失业 从此以后再没上过20% 那先说政治上的影响吧 如果失业率真的在大选前后能达到这么高 其实不用这么高 即使是只有10% 对川普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大家知道这个1932年大选 胡福总统以及共和党 就是因为高居不下的失业率 被选民和民主党谴责 最后就失势给了罗斯福总统 Rosevelt取得压倒性胜利 上台之后 他就采取了咱们课本里都学到过的 这个罗斯福新政 之后不管怎么经历经济危机 失业率一直都没超过10% 一直是个位数 直到1982年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1982年的时候 失业率高达10.8% 当时在任的是里根总统 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也是让他的支持率大幅下降 但是他比较幸运的是 82年并不是一个大选年 因为他80年上台的嘛 所以84年大选的时候 失业率他已经又降回来了 降到7.3% 所以他也是以比较大的优势 就成功连任 然后时间线就来到08年 就是咱们好多网友 包括我自己 都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次债危机 我自己就是这个时候找的工作 其实是07年开始找工作 但是当然是没找到 然后08年继续找 达到了找工作的高潮 每天就做梦都是找工作 改简历 练习面试 怎么做免费的实习等等等等 如果你们想 听我 那个时候是怎么以一个国际学生的身份 就是需要公司给sponsor签证 给办签证的前提条件下 如何操着不太熟练的英语 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 我可以做一期视频 但是这期视频可能会充满负能量 好 咱们刚才说了 08年这次经济危机 在失业率最高的时候 并没有达到两位数 09年的时候达到了9.9% 也就差一点吧 当时是奥巴马总统 也是因为一开始束手无措 奥巴马本人和民主党失势严重 共和党以63个席位的强大优势 拿下了众议院 但是在中期的时候 但是奥巴马也是 因为这一年并不是大选年 所以到2012年大选年的时候 因为失业率已经重新降回到8% 所以奥巴马也是成功连任 我们大家都众所周知 所以大家看历史上近100年的时间 只要是出现高失业率 政治局势都会出现大的反转 即使是有成功连任的 它也是因为本身失业率最高 最水深火热的时候 并不是大选年 当然了 这个失业率超过或者接近两位数 就那么几次 所以这个样本量 咱们也不能说样本量足够大 所以不能得出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结论 但是呢 反不反转不好说 但是大的动荡是肯定的 在政治上 好 所以这是高失业率对政治的影响 但是这不是我想说的 因为咱们这个频道不谈政治 也不谈政治观点 不得不提及刚才这一段呢 是因为我下面要说的这个 对股市的影响 本来我们知道这两年股市狂飙 这是川普最拿得出手的一个政绩 而且在这次病毒爆发之前 就我们大家自己回想一下 几周以前 几个月以前 谁也没想到病毒就这么肆意到全球 就烧到美国了 其实川普当时都还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的 包括什么弹劾总统啊 就这些对他不利的风云 都没有太影响到他连任的可能性 而在此之前 资本市场也都是喜欢川普的 就是你喜不喜欢川普 讨不讨厌川普 都不重要 在此之前资本市场是喜欢川普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第一 川普能不能连任 忽然就没那么肯定了 至少他的竞争对手 你甭管是拜登也好 还是什么Sanders也好 但是Sanders现在是说要 他有可能考虑退出竞选 不管是谁吧 可以说是捡了个大便宜 就是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 就疫情就帮他增加了大大的迎面 因为老百姓现在心情不好 失业的失业 得病的得病 他肯定是要blame somebody 肯定是要责怪政府 就别说政府确实做的不是特别有利 就算是特别有利 也要吃瓜辣 第二抛开政治不说 就光说健康 咱们知道现在这几位 候选人可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了 都是高危人群 大家可能平时看到他们发这个新闻发布会也好 政客嘛 大家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但是他们真的都是高危人群 你能在家上班 我能在家上班 他们能吗 他们每天都要接触那么多人 所以说这个 他们被感染的几率 可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百分比 我之前还看到过一篇文章 就说文章的观点是说这几个候选人 就不用提什么政治观点了 谁popular 不popular 拉选票 就比谁能成功的活到大选 不被感染 谁就赢了 虽然说他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有点极端 但这真的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至少让大选最终的结局是更加难以预测 第三 就算你现在能预测到哪位候选人能赢 川普是不是连任 资本市场他是不是真的还喜欢川普呢 换句话说 如果拜登或者什么其他人 如果民主党当选 如果民主党当选 股市是不是一定会跌 如果川普连任 股市就一定会像他16年当选的时候大涨吗 我们现在都不好说 现在情况发展的太快了 就仅仅是几天以前 我还看到有报道就说 如果是Sanders当选的话 股市再跌个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民主党嘛 一般不是特别的business friendly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给很多情况 很多政治上的博弈 都增加了这个扑朔迷离的感觉 戴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所以一切都更难说了 最近有一批学者专家 其实说到最近 真的就是最近一两天 就有些专家开始认为 大家对这个V型反转的预期 是过于乐观了 因为之前咱们也说过 很多人认为这次 只要疫情一过去 就是迅速的大幅的反弹 大幅的V型反转 咱们也介绍了以高盛为代表的观点 其实不只是高盛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 但是现在时局发展的太快了 高盛也是在一周之内就发表两次观点 第二次 四天之内就改了对谷底的预期 现在又有一批人认为这次疫情 虽然疫情属于极端事件 极端事件早晚都会过去 可是它带来的经济损失 会让全球陷在经济危机 经济萧条当中 一两年都难以恢复 所以他们认为说 尤其是在结合财政部长提出的 有可能会有20%的高居不下的高失业率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次会是V型反转的这个看法 是过于浪漫主义了 所以在结合大选 大家看这个情况是不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而且就算真的是V型反转 说从夏天开始市场都恢复了 经济开始恢复 会不会在11月大选的时候又报个冷门 然后又打一个资本市场 措手不及 这个都真的都不好说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也会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 跟大家分享大牛们 还有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人能说几个月 甚至没有人能说几周之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大家只能是分享自己的观点 说我认为 然后再随时调整 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有些网友拿起我一两个月 现在情况发展这么快 你拿我一两个月之前发的视频 说的观点 然后说你说错了 一两个月以前 美国经济学家对GDP的估算还是涨的呢 现在就预期说第二季度就要下跌4% 所有经济学家都错了 但是这个不叫错 这个事情真的是赶不上变化 现在变化发展太快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做到这儿 今天是周末了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虽然我们只能宅在家里 但是不生病就是最好的 好 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 希望你能给我点赞 点赞评论 订阅 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